非結核分枝幹菌 非結核分枝幹菌 並非肺爐病 但與肺爐分枝幹菌是同一個家族 他們廣泛地存在在我們的環境裏 例如是泥土、微塵、食物和自外水 一般人是不會染病的 只是一些高危群組會有事 例如是免疫力有問題 可能是天生免疫力的缺陷 或是後天吃了一些藥物 例如是濾菇醇或是壓抑抵抗力的藥物 另外有些人的肺部結構是有破損 例如是慢性肺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或是慢性器官問題 都有機會容易染病 最常見的是鳥形分枝幹菌 疾病方面有三類最常見 第一類就是肺部感染 可以引起慢性肺炎 裡面有肺的結節、發炎 甚至乎是穿動 第二類是全身性感染 主要是愛滋病患者 他們兩個肺都會有感染 加上是感染在肚子裡 發燒、病情比較嚴重 第三類就是局部 小孩子多些的淋巴腺發炎 可能在頸部見到淋巴腫腫了 感染來說是很慢性的 最初的時候可能是輕微咳嗽 有少少痰感 當感染越來越嚴重 可以是渡汗、發燒、咳出血 或是痰越來越多、呼吸困難 有部份人不是感染 而是過敏反應 他會咳嗽、發燒、氣喘 如果是愛滋病患者 感染不止是影響肺部 還影響腹部 除了發燒、肚痛、氣喘 還會整個人消瘦、很累 至於淋巴腫腫腫脹 可以是局部痛楚 或者小孩子不吃東西、哭 另一些非結核分支幹菌 是可以導致皮膚潰爛 尤其是皮膚有傷口 是接觸到一些污染的水的時候 可以導致皮膚損之餘 還可以生瘡、甚至壞死細胞 第一是病人有沒有症狀 例如肺部 他有沒有咳嗽、痰、痰、氣喘多了 這些變化 第二是看看X光或電腦掃描 肺部的變化是否有改變 即是以前有些影像 現在已經惡化了、多了 第三方面 就是要培養或分隔 這些療型分支幹菌出來 如果是肺的問題 可能我們叫病人套過痰 要套幾個痰去驗 都會見到這個細菌 又或者病人是沒有痰的 我們做一個支氣管鏡檢查 在肺裡面抽些樣本去驗 分隔到這個細菌 但有一件事要小心 尤其是肺部的 有機會有感染的人士 他們流痰的時候 就要有些準備 不能在口中有口水 有水喉水 或者有食物殘渣 因為我們知道 水喉水和食物殘渣 都是有這些療型分支幹菌 或者其他的非結合分支幹菌 如果他們因為有食物殘渣 而導致涵釀釀本 分隔到這些細菌出來 就會有一個誤明 或者誤導了醫生去做多很多檢查 去確定究竟這是一個真的感染 還是一個其實是污染了的樣本 第一 如果感染比較嚴重 就要用抗生素治療 就不是單一個抗生素 是要用三至四種抗生素 治療的時間會比較長 至少要12個月 如果那位是一位有外滋病的朋友 他CT4的淋巴細胞長期偏低 他還需要吃一些預防性抗生素 去預防療型分支幹菌 再度受到感染 第二就是一些淋巴醇的藥物 其實主要是針對一些 對療型分支幹菌 有一個過敏性肺炎的朋友 才要吃淋巴醇 第三就是做手術 有些朋友肺破壞得很厲害 裡面可能有濃瘡 有大量細菌在濃瘡裡面 又或者肺部某個地方 破壞得很厲害 經常出血 那就要用手術的方法去移除這些病造 便會打到一個房子 當然要用手術的方法去做 你會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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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的